這次我再強調是一次無理釋法而來的宣誓風波 很感謝梁國雄先生在這裏 在法律程序上用司法的方法 幫我們對抗無理釋法 而沿途一路走來 也很感謝市民一路捐款 一路的支持 市民尤其是小市民集力成頭的捐助 非常之敏感 我首先要多謝他們 我們去鎮取這個司法的公義 可謂吞顏從從 我一定會令香港的司法界 不用蒙羞 原因是 我會讓那群大法官 大大大法官 有機會審理我的案件 我希望他們 我希望他們 不要 忘記了他們 加入法律界時的誓言 他們的誓言 是有一輩子 無論在甚麼環境下 我再一次多謝 香港市民 如果拖得越久 其實費用就會越高 所以這也是一個原因 我希望不要再拖下去 再虛耗一些時間 心力以至金錢 我們在2016年的12月 被人入品去DQ 幾快已經結束了 其實劉小麗老師的選擇 我覺得是百分之四百正常 大哥 你老闆一年出糧 給你行不行 當然不行 不過沒辦法 我覺得香港的法官應該 還有一個責任 去告訴香港人 到底是非曲直是甚麼 我給他一個誓誓 給他做事 各位法官聽著的 在一起 相當的 斎樂 兩次 不早 你不早 臨時 在一起 現在 有盡 那 就要 你不早 你不早 你不早